也可能要落入自己的观念里面,在这之位,我常常这样讲。 一荣一一新,要改变一个人的容貌。 你到韩国去的话,开个刀,就把你整形啊,鼻子啊,对不对? 就搞得很好。 这个全国太宽了,怕有客户之相。 就把他刮刮了,像刮子脸一样的。 很快到韩国,一个月回来,就变成小美女了。 你也不认识她了,但是要改变她的习气啊。 这个人最好不要开口,看起来很漂亮,但是千万不要开口。 一开口的话,你会从椅子上掉下来。 就真没气质。 一点气质都没有。 为什么?习气难改了。 所以每一个人,在全世界,不管从中国,你到美国, 那美国到台湾来,全世界的人都一样, 会制作自己的角度,自己的看法。 所以啊,一个学佛的人啊,能容一己的存在,才能成就自己的伟大。 没听过这句话吗? 能容那一己的存在,才能成就自己的伟大。 也就是因为众生都会制作自己的角度,一定是对的。 这就是我们千万不能学众生。 还制作自己的角度。 我学净土的话,就是一定要这样子,也一句佛话就是要这样子。 这一辈子就是要这样子,才能了生死。 其他的通通否定。 这个,就是这样子。 你讲的,现在是末法时期了。 还听什么经,闻什么法,通通叫做杂羞。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? 底下啊,如自语,相为自教,相为之类。 而且不肯从人就证。 一切众生啊,决心的错误的信息啊。 决,久了以后,你跟他讲对的道理,他听不进去。 他听不进去的。 一个人,一个人啊,他跟着另外一个师父,他讲,讲,讲。 啊,我们知道这个师父是二字箭,二字箭,邪箭的。 不正箭的。 啊,有一天啊,他如果来的话,我拿光盘给他看。 我们不看了,打死他不看了。 为什么? 观念里面就是他以前的观念啊。 你想救他都没办法。 无能为力的,他反过来会就,会假设,我正想救救你啊。 反过来就是变成这样子了。 就变成互相同情咯。 互相你想救我,我也想救你咯。 到底是谁救谁呢? 现在就是这样子。 没力就是没力了。 就像念到金钟教。 那个二字箭,念到像金钟教一样啊。 百读不清啊。 那就是没法度的。 无奈。 所以有时候善知识的无奈,就是这个人接受了恶毒的习气。 以后真的没有办法。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。 我举一个例子。 大陆有一对夫妻,自己认为啊。 自己他对药草啊。很通道。很通道。 对药草很通道。 然后就一对夫妻啊,就到山上去采药。 结果一采到了那个药,认为他是那个药草是解毒的、解热的。对身体非常好的。 结果啊,跟一种药是一模一样的。 一种是真正的药草是可以解毒的。 可以让我们身心愉快的、健康的。 但是,这个书,因为那个是灌木。 结果那个叶子啊,几乎相同。 除了内行的人,就是相似哦。 这个,正派的药草,跟有毒的药草,几乎一模一样。 除非你是药草的专业人士,才有办法分辨。 结果,这个,大陆这对夫妻啊,到山上采这个药草。 啊,太好了,回来,煎这个药,让两个小朋友喝。 四个,全部死掉。 喝下去,来不及了。 后来,专业的人,专业的人,把这个药,告诉他,这只差一点点。 没有内行的人,就是没办法。 证法,证法,是这样,如同甘露的药可以救人。 相似的佛法,你喝下去啊,会毒死人的。 佛法不能讲相似的佛法,要救尽义。 证法他就是证法,不可以有0.00亿的模糊。 这样子你才有办法救人。 他讲的那个佛法,又好像佛法,又不是佛法,叫做相似佛法。 相似佛法,就是这个药草跟这个药草很接近,但是喝下去会死人的。 这个就是,相似佛法是很可怕的。 因此呢,我们要推广证法,解救无量无边的众生,就是这个道理。 也非常好。